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8年9月出生 北京通州人 1982年3月佳人中国共产党 1978年8月参加工作 在职研究生文化程度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专业 工学硕士 经济师 立任北京市通线草草中学教师 团队负责人 通线协委组织部干部 副部长 通线陈关珍党委书记 县委常委 昌平县委副书记 代县长 县长 朝阳区委副书记 代县长 区长 区委书记 2006年12月至2012年7月 任北京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 市职机关公委书记 2012年7月至2017年1月 任北京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2017年1月至2017年2月 任北京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市政协副主席 曾推动朝阳区CBD建设 引入欢乐库项目去年年初 李世祥协任北京市委常委职务 当选政协副主席时 新京棒曾回顾了李世祥主导的相关工作 据报道 在朝阳区工作时 李世祥推动了CBD的建设 2000年 朝阳区举办首届CBD商务节 李世祥在现场讲话说 北京是我国国际交往的中心 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CBD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任务 此外 他还曾引入欢乐股项目 2006年10月 李世祥从朝阳区委书记职位 上升任市委常委 秘书长 2012年7月起任常务副市长 当时 北京刚经历七二十一特大自然灾害 在灾害善后工作 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 他曾现场要求是天建好安置房 从工作分工来看 李世祥曾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 负责发展改革 监察 财政 外事党傲 税务 统计 金融和政务公开方面工作 担任常务副市长之后 李世祥经常在全国两会 北京两会等场合 回应媒体提问 例如积分落户 拥堵费等问题 已有九个月 无消息传出 为当选政协十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去年12月27日 北京日报 报道 12月26日 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召开 会议决定 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1月22日召开 该报道中 列举了市政协参加会议的领导名单 李世祥再列 在网上检索可以发现 这是李世祥最后一次 公开出席会议过活动 2018年1月28月下午 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进行大会选举 委员以吴敬明投票的方式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北京市政协领导集体 从大会的选举结果 来看 李世祥并未当选政协 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在这一届北京市政协领导集体 在这一届北京市政协领导集体